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绝伦的体育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从足球场的转会风波到美式足球场上的法律纠纷 再到棒球场上的交易动态 每一则新闻都让人目不暇挤 首先,让我们聊聊Tim Cahill转战卡塔尔的话题 这位澳大利亚足球伟大的球员 如何成为了澳大利亚足球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他现在是卡塔尔足球协会的技术总监 并且是该协会主席的特别顾问 同时也是卡塔尔拥有的比利时俱乐部的董事会成员 接着,NFL球星Rassi Rice因为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发生的一起高速车祸而主动向警方自首 这场车祸导致四人受伤 Rassi现在面临八项重罪指控 最后,在棒球领域 巴尔德摩精英队从纽约大都会队 获得右投手Yohan Ramirez的消息 这位投手在本赛季的三次出场中 自责分率高达11.81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体育界的多样性 也反映了体育人物在职业生涯 法律问题以及团队间交易中面临的挑战 每一个故事都是体育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见证 从Tim Cahill的国际足球生涯转变 到Rassi Rice面对的法律问题 再到Yohan Ramirez在棒球队间的转会 这些故事都充满了激情与争议 让人不禁对体育世界的下一步发展充满好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 这些精彩的体育故事背后的更多细节 不论是场上的辉煌 还是场外的挑战 我们都将一一为您揭开 在最近的体育界 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 从足球到美式足球 再到棒球 各种体育领域都有重大新闻 其中 Tim Cahill转战卡塔尔 NFL球星Rassi Rice的法律问题 以及棒球对间的交易都成为了焦点 首先 悉尼陈锋报报道了Tim Cahill 这位澳大利亚足球伟大的球员 如何成为了澳大利亚足球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Cahill现在是卡塔尔足球协会的技术总监 并且是该协会主席 Jassim Rashid El Bunin的特别顾问 同时也是卡塔尔拥有的比利时俱乐部 KSUPEN的董事会成员 他在去年转战卡塔尔 引发了外界对于他的专业知识 是否真的对澳大利亚足球有所贡献的质疑 Cahill曾在2011年亚洲杯上表现出色 但他的离开让人质疑 他的专业知识是否真的曾经属于澳大利亚足球 另一边乡 根据BBC的报道 NFL球星Rasty Rice 因为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发生的一起高速车祸 而主动向警方自首 这场车祸发生在上个月 导致四人受伤 涉及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 一辆兰博基尼和一辆科尔维特 引发了连锁反应碰撞 损坏了四辆更多的汽车 Rice现在面临八项重罪指控 包括涉及身体伤害的碰撞和加重攻击等 这些指控可能让他面临多年监禁的处罚 Rice此前已经对这起车祸承担了全部责任 并向受影响的人道歉 在棒球领域 美联社报道了巴尔德摩精英队 从纽约大都会队获得右投手 Yohan Ramirez的消息 精英队用现金交易得到了Ramirez 这位投手在本赛季的三次出场中自责分率高达11.81 他在五个赛季的105次出场中生涯自责分率为4.31 Ramirez于2016年被修斯顿太空人签下 后来在若武选秀中被西雅图水手队选中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体育界的多样性 也反映了体育人物在职业生涯 法律问题以及团队间交易中面临的挑战 从Tim Cahill的国际足球生涯转变 到Racy Rice面对的法律问题 再到Yohan Ramirez在棒球队间的转会 这些故事都是体育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见证 在体育的世界里 激情与才华总是不断地交织在一起 创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和故事 从肯塔基州的篮球场到NBA的赛场 再到东部联盟的激烈对决 每个故事都充满了挑战、梦想和成就 《华盛顿邮报》带来了一篇 关于Dance Daily的精彩报道 展现了他作为教练所拥有的一切特质 身份地位、风度翩翩以及战略灵活性 这些都是肯塔基州篮球队所缺失的 在女子篮球领域 比赛变得更加精彩和受欢迎 而Staley则是这个领域最强大的教练人格代表 他的出现不仅为球队带来了新的希望 也为女子篮球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证明了女子篮球同样充满魅力和竞争力 而在NBA的赛场上 雅虎体育报道了 Golden State Warriors的两位新秀 Brandon Podziemsky和Tracy Jackson Davis的自信宣言 他们认为自己是NBA中最佳的新秀组合 根据NBA.com的最新新秀榜单 Podziemsky排名第六 Jackson Davis排名第十 Podziemsky场均贡献9.3分 5.7个篮板和3.7次助攻 而Jackson Davis场均有7.9分 5.0个篮板和1.2次助攻 这对新秀组合对勇士队本赛季的影响显著 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 展现了新生代球员的活力和潜力 在东部联盟的争夺中 美联社报道了纽约尼克斯队 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精彩对决 尼克斯队以118比109击败凯尔特人队 Jalen Brunson以39分的个人得分领跑 帮助尼克斯队继续争夺东部联盟第二种子的位置 目前仅落后密尔沃基雄鹿一场 还剩两场比赛 尽管凯尔特人队已经锁定了季后赛的主场优势 但在这场比赛中 他们未能抵挡住尼克斯队的强势表现 接下来 尼克斯队将面对布鲁克林篮网 而凯尔特人队将对阵夏洛特黄蜂队 两队都在为季后赛的更好位置而努力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体育竞技的激烈和魅力 还体现了运动员和教练不懈的努力 坚持和信念 无论是在篮球场上的较量 还是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 他们都在不断地挑战自己 追求更高的成就 这些精彩的瞬间和故事 激励着每一个体育迷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体育世界未来的无限可能 在体育领域 每一项赛事都不仅仅是运动员间的竞争 更是他们无数汗水与努力地展示 最近的体育新闻中 无论是篮球 冰球还是即将到来的WNBA选秀 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和值得记录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备受瞩目的WNBA选秀 据美联社报道 Katelyn Clark和Angel Reese是被邀请参加WNBA选秀的 15名大学球员之二 Clark作为NCAA一级联赛中男女篮球生涯得分最高的球员 被普遍预期将成为 印第安娜狂热队的首轮第一顺位选中 而Reese在帮助LSU赢得2023年NCAA冠军后 也被预测将在首轮被选中 此外 斯坦福大学的Cameron Brink 和南卡罗莱纳大学的Camila Cardoso也受到了邀请 选秀将包括三轮共36个选秀权 ESPN分析员Rebecca Lobo指出 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手往往很难进入WNBA的名单 在冰球领域 美国和加拿大女子冰球队 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中都晋级到了半决赛 美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10-0的比分 大胜日本队Alex Carpenter和Abby Murphy各进两球 而Lacey Eden Hillary Knight Kirsten Sims Joy Dunn Tessa Janek和Caroline Harvey也各自斩获一球 美国队接下来将在半决赛中对阵芬兰队 而加拿大队将面对捷克队 在其他比赛中 加拿大队以5比1战胜瑞典队 捷克队1-0小胜德国队 芬兰队则以3比1战胜瑞士队 篮球场上芝加哥公牛队与底特律活塞队的对决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美联社报道 芝加哥公牛队以127比105击败底特律活塞队 是后者创下了球队历史上的第67场败仗 Damar DeRozan为公牛队贡献了39分 Nikola Vilsivic则有27分和11个篮板入账 尽管Jalen Durand和Marcus Cesar为活塞队各自拿下20分 但缺少Kate Kenningham的他们仍然未能阻止败局 在另一场比赛中 纽约尼克斯队以118比109击败波士顿凯尔特人队 Jalen Brunson为尼克斯队独揽39分 这场胜利使尼克斯队在东部联盟的排名仅次于密尔沃基雄鹿队 无论是篮球、冰球还是即将到来的WNBA选秀 这些赛事都展现了运动员们的拼搏精神和不懈努力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是在体育场上还是生活中 都要勇往直前不断追求卓越 在最近的体育赛事中 从篮球场的激烈对决到澳洲网球场上的策略变革 精彩分成的故事层出不穷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些引人入胜的赛事动态 首先 来自雅虎美国的报道 带我们走进了波士顿凯尔特人与纽约尼克斯的对抗 在TD花园的这场比赛中 凯尔特人遭遇了连续第二场失利 比赛初期 双方势均力敌 直到第二节中断 尼克斯队展开了一波25-5的攻势 而凯尔特人在该节最后6分38秒内 竟然没有投中任何一球 半场结束时 他们已落后21分 最终 尼克斯以118-109获胜 赛中Jalen Brunson独揽39分 如果他在第四节有出场的话 很可能会连续第三场得分超过40分 凯尔特人一度落后多达31分 创下了本赛季第三大的落后分差 然而 在逆境中 凯尔特人也创造了历史 同样来自雅虎美国的报道指出 凯尔特人打破了球队历史单季最多三分球命中记录 达到了1316个 这一成就也让他们在NBA历史上排名第三 仅次于2019年的休斯顿火箭1323个和2023年的荆州勇士1363个 随着赛季还胜两场比赛 凯尔特人很有可能超越火箭队升至第二位 跳转到澳洲网球场 澳洲广播公司报道了Super Netball联赛的最新动态 该联赛为即将到来的赛季引入了一条新规则 允许球队在新自贸之外签下第11名球员 合约未全职6个月 墨尔本Mavrix队利用这一规则的漏洞 签下了亚买加射手Shermona Jock 尽管Jock代表亚买加参加过国际比赛 但根据世界网球规则 如果球员在超过5场Super Netball 或横跨塔斯曼锦标赛的比赛中未上场 则允许球员转换效忠国家 Jock的签约引发了一些争议 因为这一规则原本只在为本地新兴球员提供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球队都选择签下第11名球员 Lightning, Giants和Swifts选择放弃这一机会 不签第11名球员的决定 可能与规则引入时间较晚 以及给俱乐部带来的额外财务负担有关 而且 这些第11名球员 在比赛日并不会自动拥有替补席位 因为每场比赛只能命名10名球员 在Super Netball联赛中 各队队长将Lightning队视为本赛季的强队 而Mavrix则被看作是中游队伍 有些队长预测他们可能会争取到决赛的席位 但最终可能会错失机会 Mavrix签下Jock的举动 引发了关于规则公平性 以及其执行意图的讨论 从波士顿的篮球场到澳洲的网球场 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激情与争议 展现了体育赛事的无限魅力 无论是创造记录的凯尔特人 还是引发争议的Mavrix 这些故事都为体育世界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在体育世界里 英雄和悲剧有时候只是一线之隔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日报道了 前美国足球明星OJ辛普森的事事 他的去世在NFL 美国职业乔球联盟 和他的前两支球队 布法罗比尔和三藩市49人队中 引起了轻描淡写的反应 这反映了他的遗产 已经被正当地玷污了 辛普森曾是他时代最好的跑峰 赢得了大学国家冠军和海斯曼奖杯 并在NFL创下了许多记录 包括第一个在14场比赛赛季中 冲刺超过2000码的球员 然而他在1995年被控谋杀 但被宣告无罪 后来在民事案件中被认定有责任 这些都让他在场外的悲剧 盖过了场上的成就 他的名字仍然挂在比尔队的名人墙上 但球迷以前曾请愿要求移除 辛普森的前队友回忆说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球员 但与比赛和队友之间的关系复杂 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场合 Yahoo!US!报道了费城飞人队 Flyers在经历了赛季最糟糕的八连败后 终于在一场比赛中实现了逆转 他们以4-1击败了NHL国家驱棍球联盟 排名第一的纽约游棋兵队 飞人队教练Tortorella表示 这是他们一段时间以来最好的团队比赛之一 这场胜利不仅结束了他们的连败 也为球队注入了信心 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有所依靠 这是对飞人队来说一次彻底的转变 他们在两天前刚刚经历了Tortorella时代最糟糕的一次实力 被对手攻入九球 同样来自Yahoo!US!的另一篇报道 费城费城人队Felix的比赛中 队中的重炮手终于爆发 他们在对抗海盗队的比赛中以5-1获胜 赛中击出三个拳雷打 费城人队经理Rob Thompson表示 球队是为了重炮而建立的 在进入这场比赛之前 费城人队的拳雷打率是国家联盟第三低的 但这场比赛的胜利让他们的士气大增 也是本赛季第一次让他们的胜率超过50% 这些故事展示了体育世界的高低起伏 从辛普森的悲剧到飞人队和费城人队的逆转胜 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情感和教训 无论是在场上的辉煌还是场外的困境 体育都能给予人们希望、启示和反思的机会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